关注老年生活,享受幸福人生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心脏好不好,看脸就知道 心脏就像是人体的发动机,通过它昼夜不停地收缩与舒张 血液才能在体内循环 心脏一旦出现问题,依赖它提供血液的身体 各个器官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保护心脏健康对维护整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是由心脏病引起的 其发病率仍在呈现上升趋势 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就需要尽早发现心脏病的症状 及时进行治疗 很多人都知道,胸痛心剂是心脏病变的征兆 其实在这些征兆出现之前,心脏病可能会先让你的脸发生改变 那么如何才能知道心脏还是否健康呢 心脏好不好,看脸就知道 在出现心剂,心前去疼痛之前 心脏病可能会让你的颜值发生改变 如果你掌握了察言观色的本理 就能更好地发现心脏疾病的苗头 在关键时刻就自己一命 1.脖子变粗 从临床经验看,脖子粗的人 其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都相对较高 这些都与心脏疾病密切相关 一般情况下,如果男性颈围超过39厘米 女性颈围超过35厘米 就说明脖子较粗 每天不妨摸摸脖子,定期测量颈围 具体方法 将皮尺水平置于颈后第七颈椎上围 低头时摸到的颈后最凸起处 至前面的喉结下方完成测量 如果颈围超标 空前时可做一些颈部操 比如前后左右点头 360度旋转活动脖子等 以减少脖子质肉堆积 二,脸面浮肿 正常人睡前喝水较多或晚上吃得过咸 会引起脸部水肿 注意饮食后多会改善 但不太正常的浮肿需要重视 例如脸型出现肿胀 脸部肌肉组织松弛 用手指压会出现压痕 压痕部位的皮肤会弹不起来 这些变化可能越是心脏出现问题 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睡前饮水较多或晚饭 吃得过咸等原因也会引起脸部水肿 但一般在调节饮食后就会改善 而心脏问题引起的面部浮肿 症状持续时间可能较长 在调整饮食和作息后 可能也不会有明显改善 三,减黄色瘤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脸部周围出现黄色小肿块 一般为米粒或黄豆大小 可能是人体内知识代谢存在障碍的表现 也是诱发心脏病的重要因素 这种黄色小肿块也称黄色瘤 常见于四五十岁人群 主要是低密度脂蛋白及坏胆固醇 偏高导致皮下脂肪堆积所致 四,疲劳或失眠 很多女性患者在心脏病发作的前一周 会感到异常疲劳乏力 还有一些人心脏病发作之前出现睡眠紊乱 因此如果出现 突然格外疲劳或出现失眠 应考虑心脏是否出现异常了 五,上气不接下气 爬一段楼梯就气喘吁吁 而过去从来没有这种现象 应警惕心脏问题 躺下时出现呼吸问题 很可能是心脏病半膜病的症状 六,肠胃出现问题 没有征兆的出现消化不良呕吐 可能是心脏病发作的前兆 如果没有证据表示是食物中毒 应当怀疑是心脏出了状况 因为有时候心力衰竭患者 会产生食欲不振的情况 七,不明原因大量出汗 当你突然间大汗淋漓 而没有明确原因时 要高度怀疑是心脏出问题了 心输出量 即每分钟一侧心室射出的 血液总量大量减少 和交感神经的过度活跃 会造成心脏病发作的出汗症状 八,下巴疼痛 脸型的心脚痛 使自于胸骨后方 患者会感到胸部有压力 这个区域有烧灼、挤压和紧绷感 不适感还会发生在臂部、脖颈 肩膀、上腹部、后部、背或下巴 因此不要忽视身体各部位 莫名的疼痛 九,嘴唇发紫 嘴唇发青发紫或唇边呈现青紫色 可能存在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心脏病问题 建议出现该症状后及时就医 如果满脸通红 则很可能是二肩半狭窄所致 由于全身血压上升及血氧量下降的缘故 化者面部会出现粉紫色斑块 十,舌下筋脉发黑 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 舌头或者嘴唇呈现暗紫色会有瘀斑 多数是因为血液循环出现障碍导致的 是血管瘀血 血液中的含氧量下降导致的 如果舌头上有瘀斑 并且伴有心慌气断 甚至躲失眠多梦 心前胸区刺痛等症状 提示可能有心血管疾病 如果伴有头晕头痛等症状 则提示可能有脑血管疾病 如果出现上面这些情况 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及时去医院排查 免得意外突发要前又要命 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 长运百岁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老年生活 享受幸福人生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